如果你要是输了 那你可就得跟我回去 当我的孙子 赢了是五风骆驼 价值一百五十两 可输了的话 就得跑到蒙古草原 给陌生人当孙子 小潮鲁的心里 搭起了退堂鼓 蒙古老头见他怂了 骂他是个无能的娃娃 连打赌都不敢 还妄想养骆驼 潮鲁的血性 瞬间被激发起来 就歪狼吃羊 三排两胜 老头轻蔑地笑了 乖孙子 就等着任爷爷吧 怎料三排下来 排排都输给了潮鲁 老头大手一挥 骆驼是你的了 小潮鲁喜出望外 一人牵着五风骆驼 得意地走在大街上 任凭周围的大人们 偷来羡慕的眼神 要知道这可是 最好的四子王剑驼 标匪体壮耐力豪 骆驼中的战斗驼 就从这一点 大展规王向清 还不能给自己 寄一大功 立什么功啊 这从小又不学好 跟人家去赌 还立功 万万想不到 王向清不紧不赏 反而以违背 号归为由 让潮鲁下跪受罚 他的部分青红皂白 让潮鲁心里委屈极了 师父使大学 觉得蹊跷 潮鲁来大圣奎几年了 号归早已倒背如流 而且从来没有触犯过 为何今日会做出 如此荒唐的事呢 于是盲卫潮鲁 你为什么和人去赌骆驼呢 这不问不知道 疑问吓一跳 原来在科布多的时候 小潮鲁就注意到 牧民们养的骆驼都比大圣奎的壮 于是偷偷地观察了 他们是怎么养的 好不容易攒了十两银子 打算去买几封骆驼 养养试试看看 看看能不能把这的骆驼 养得跟人家的一样壮 谁知一封就要三十两 无奈之下 这才冒险去赌骆驼 说到底还是为了大圣奎 老二啊 你委屈他了 他是为咱们大圣奎办事 十大学剃途底打抱不平 王小青反而更来劲了 芝麻潮鲁没出息 大有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架势 记得潮鲁哭喊道 我不在这干了 甭管去哪 只要不再见到 大掌柜这个人就行 王小青针肩对卖忙 好 好啊 你不是喜欢养骆驼吗 大金去 你就给我滚到驼场去 挨砸地吧 这一幕把史大学都搞懵了 换做别人赢了骆驼 王小青就算不表扬 也不会大发雷霆 为何单独针对潮鲁呢 各位看官老爷们 你知道原因吗 赶紧到评论区 刀刀悄悄告诉你一个 连史大学都不知道的 天大的秘密 王小青对自己人狠 对外人却异常热心 上回说到 王小青借机圣诞 孙文局阴谋破产 恼羞成怒的孙文局 故意刁难他 提出苛刻的要求 那么是什么要求 王小青会答应吗 出查的时候 当着众人 你得给我磕三个响头 面对孙文局的刁难 王小青愣了愣 隔二十年前 他绝对是二话不说 先把孙文局抱他一顿 隔这回他竟然 好 我答应 见他答应得这么爽快 孙文局反而不信了 怎料到了出查那天 王小青带着重伤号 抬着人上一股的牌匾 敲锣打鼓地送到了 孙文局的圣德浴前 在昼目睽睽之下 一向硬气的王小青 破天荒地把群板一撩 双膝扑通一下跪地 对着孙文局 结结实实地磕了三个响头 孙文局眯着眼 享受着这种快感 见自家的大掌柜 竟给死对头下跪磕头 大圣葵的一众人懂 羞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孙文局满意了 说着 众掌柜的齐刷刷跪下 感谢王小青舍身取义 在生死存亡的关头 孙文局一心搞霸盘 是要把他们一网打尽 同样有实力的大圣葵 在王小青的掌舵下 不仅没有趁人之位 反而牺牲自己的库存 替他们捡了燃眉之气 当孙文局加大砝码 众商号束手无策时 是他王小青借机生蛋 逼得孙文局阴谋破产 孙文局故意刁难时 又是他王小青 逆越弯了自己的膝盖 也要保全重伤号 如此格局与气量 当得起他们一跪 如此反转 大大出乎了孙文局的意料 本下当众恶心王小青 不成想去赚了面子 丢了李子 他的脸砌成了猪干色 更让他头疼的 还是接下来的 商会会长的选举 副会长段泰 第一个蹦出来 会议大伙摸摸凉醒 蒙古草原的身账买卖 从过去区区十几种 到现在的上百种 谁的功劳最大 大圣葵 这些年在金羊肉 冻饺子 风筝的月饼 桃林的麻花 萨拉奇的大葱上发了财 是谁给规划重伤家 又让利又让市场 大圣葵 就拿这次的黑专查来说 如果没有大圣葵出手 规划的吕猛商号 恐怕要倒下一大批呀 大圣葵对咱们 那是真爱呀 你没说这一届的 集锂社的会长 该由谁来担当呢 王向清 众望所归 威望从此更胜一筹 孙文菊 陪了夫人又蛇兵 连带着那副扁蛋 也觉得是王向清 他们对自己赤裸裸的羞辱了 感同身受的蔡大先生 当场就要撸起袖子 把扁披了当柴手 怎料孙文菊 却让人 把他抬到屋里 并且高高的挂起来 我要记得这耻辱 看来他是要学月王勾剑 来一个卧心长扁了 就在他某足了劲 要让大圣奎付出代价时 一个天大的空子 砸到了他的跟前 大圣奎三掌柜 前宽子 要替老爹在老家太古 买一个商铺 而这个商铺不是别人的 正是他孙文菊的 看着夹在囊中羞涩 和孝心之间苦苦挣扎的钱宽子 孙文菊灵机一动 一个更大更狠的阴谋 在脑海中酝酿而出 可是他的大圣奎 注定要栽在我的手里 那么王向清和他的大圣奎 这一次还能逢勋化吉吗 各位看官老爷们 欢迎留言分享你的高见 我是刀刀 咱们下回再说